接下来看到的是顶王麻辣锅汤头 日前才被揭露标示不实 现在集团旗下的严选烧肉 号称搭配昂贵的法国松露制成的盐之钻 也被查出了成分不实 遭到台中市政府开罚280万元 另外顶王旗下的吴老锅 现在也被周刊披露 成本只要1块钱的豆皮 在店内售价却要88块钱 有谋取暴力之嫌 才因标示不实被罚100万元的顶王麻辣锅 5号又被踢爆集团旗下的严选烧肉作假 声称加入法国松露制成的盐之钻 根本没松露 而号称斥资千万打造的制盐工厂 其实是幽灵工厂 甚至还标榜纳含量比一般盐低30% 针对广告不实 加上在调查期间提供资料不实 总计已被开罚280万元 我们处他最高一个部分20万 但他总共在8个网站上面来做陈述 甚至还有他的菜单 所以加起来是9样 等于是9个行为 我们一个行为罚最高20万 加起来是开罚180万 宣称他的盐是比市售的盐巴 纳低于30% 这部分他没有办法矩证资料 据他的陈述只有跟台盐来做比较 但是他的宣称里面是说 跟市售的盐巴纳更低30%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5号上午 约谈陈世民了解真相 而鼎王集团旗下的吴老郭也被周刊发现 豆皮80公克成本只要1元 却卖88元暴力88倍 历经漫长6个多小时约谈陈世民快步离去 不愿多做回应 而根据周刊取得的内部账策 成本实在低得离谱 令人质疑不单纯 如果不是为了获取暴力 就是为了美化账策 涉及财报不实 台中市政府也表示 如果业者不继续配合调查 不排除加重处罚 甚至勒令停业 联合报台中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